7月5日,景伯然工作室发出声明表示景伯然和妮妮已经在5月合并分手 日后两人将会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事与上,两人分手并非空穴来方,此天早已预兆 5月,景伯然退出了游戏战队,妮妮也表示将专心演戏 景伯然的最新血针手指上带了尾界,这无疑是在宣告自己单身 在6月某活动上更是一丝毫没有互动 要知道早前这两人可是极其甜蜜 妮妮曾靠在景伯然的肩膀上让人羡慕不已 早前妮妮曾接受采访,曾说,现在的自己正在学会慢慢接受现实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而这段谈话里,她谈及到了三岁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独处 好好认识自己,所以她的言语让人很不解 到底怎样的过程会痛苦,为什么更希望独处 如此看来,应该是说分手的事吧 虽然工作室发出了声明,但网友依旧十分好奇他们分手的原因 毕竟这两个人还是积极登队 众所周知,妮妮早前和冯少峰分手是因对方不懂女人心 两人相差十岁相处久了,发现彼此在很多方面的行为方式 看法都不同,对未来蓝图的描绘也很不一样 妮妮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想法 她认为爱情对我来说十分重要,是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部分 我认为爱情可以为人带来动力,带来很多方向 难道这一次分手原因也和这个相似吗